第三的三題 下列合者不是粒子經由擴散作用所造成的效果 選項B 一家烤肉萬家香 選項C 媽媽在廚房煮菜 我在房間讀書聞到飯菜香 這都是所謂的香味的氣體的分子飄上過來 那麼我們這個當作是一個擴散的現象 選項豬呢 紅墨水 滴入水中會均勻分布 這是上課跟各位所舉過的擴散的粒子 所以BC株呢 都是擴散 而選項A 水從高處往低處流 這是受到了地球引力的作用 把它往下拉的結果 所以選項A並不是擴散 所以第三第三題問我們說 下列合者不是粒子經由擴散作用所造成的效果 我們答案選A 水由高處往低處流動